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了 这几天的伦敦成了全世界疫情第一线 变种毒株 封城 取消圣诞 每个消息都重磅又猝不及防 目前 英国由变异病毒毒株引发的疫情仍未缓和 甚至已经失控 21日 世卫组织又警告称 变异病毒传播力增强 传播指数从1.1上升至1.5 而除了英国老百姓 被鲍里斯突如其来的四级封锁令震惊 如今 全世界各国都开始出现应急反应 目前 全球数十个国家都火速宣布 全面限制英国旅客入境 截至目前 包括欧盟德国 法国 爱尔兰 比利时 荷兰 意大利 奥地利和卢森堡 北美的加拿大和亚洲的印度等国 已经宣布限制英国旅客入境 切断英国往来航班 其中 法国对英国设限48小时 荷兰设限至明年1月1日 而加拿大更是对英国设置了 无限期英国航班入境禁令 而法国甚至还切断了 对英国的陆路和海运通道 只允许无人货轮运输物资 一举封锁掉英国20%的跨境食品 药品 英国食品供应警报拉响 恐慌购物已经开始 12月21日 严禁危机不断加剧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紧急请求法国总统马克龙 恢复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供应链 然而约翰逊的努力却暂时没有得到结果 当地时间12月21日 美国航空公司和知情官员向路舵透露 美国政府正考虑 针对英国变异病毒采取措施 将要求所有自英国出发的乘客 提供一份72小时内的阴性检测报告 以作为入境美国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 美国食药监局前局长接受采访时称 变异病毒已在美国出现 而这在前一天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还曾吹嘘 鉴于美国疫苗的有效性 没有必要限制英国航班 路透社称 出自对新变种病毒的恐慌心理 英国遭到近几十年来最惨烈的一次全球联合抵制 国每日禁报在头版打出标题 英国已成为欧洲病夫 国际上超30个国家和地区 发布了停止往来英国航班的政策 泰晤士报称 欧洲对英国关上了大门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日直言 英国成为国际器皿 丹麦 荷兰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 已经证明新变种病毒传播的速度有多快 英国才宣布变种病毒的结果不到一天 这些国家相继发现 这种变异病毒相关确诊病例 全部来自英国入境旅客的纯输入病例身上 法国卫生部长声称 变异的新冠病毒新毒株 完全有可能已经在法国传播 在南非同样令人担忧的报道也传来 官方表示 近日一个海滨城市发生一起 高中生千人群聚感染事件 总计3000多人参加的高中毕业派对 最终有多达1000人感染 这还不包括数百名学生 瞒报和拒绝接受检测 这次感染的恐怖之处 和英国新变种病毒的联系之处在于 官方在确诊学生的身上发现 和英国此次变异病毒毒株 相似的新变种新冠病毒 比之前更容易传染年轻人了 新冠病毒作为RNA病毒 擅长变种产生新毒株 但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还是积极千层浪 2021年全球的抗疫事业 也多了一份不确定性 美国如今遭到国际嫌弃和封锁 最惨的还是英国老百姓 在前两天金文鲍利斯 要很快关店封城之后 如今英国处于四级封锁下的老百姓 是没圣诞过 没大家子人赔 甚至要开始担心圣诞节没吃的了 这不是开玩笑 法国对英国的运输大幅涉陷后 如今大批欧洲大陆的 清鲜蔬菜水果无法抵达 货车滞流马路绵延不绝 而一听说法国运输陷入受阻 英国不少民众都冲出家门 奔往超市囤货 伦敦和周边城市的多个大型超市 又惊现大排长龙的壮观景象 早起去超市囤货 英国人估计体会到了绝望的滋味 在排队的热切队伍中 有的民众感慨万千 开始在队伍中唱起了圣诞歌 激起周围群众感慨 悲伤地加入了合唱 但在这排队人群中 不少担忧声也是同步传来 还是有很多人不自觉戴口罩 我戴着口罩 可是有什么用呢 病毒就是这么传播的呀 超市成为如今英国 最热闹和拥堵的地方 而对比之下 其他地方简直如同鬼城的一般 伦敦地铁几乎全部空载 各大商业街漂亮的灯光装饰下 行人寥寥无几 购物场所酒吧统统关上店面 商场也只有几个无聊的顾客 几十年来从未有过 无奈 不舍 恐惧 估计如今英国这些人的心情 世界其他部分是很难体会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政府此刻 也在正式脱欧的最后几天截止日期内 在如今的局势下 英国可能最终只能无协议脱欧 除非欧盟有双同意延迟 英国政府如今面临的是 双重打击和全球孤立 目前英国单日新增病例 超三万例 英国专家声称 伦敦和附近地区的严峻形势 可能会持续数月 而最高禁令 也可能随着存在数月 鲍里斯的小封锁 加大封锁 交替封锁办法 看起来是全盘皆输 2020年底的英国 比封城来得更快的是 新冠病毒的变异 比众多国家对英关门来得更快的 是伦敦市民出逃城市的速度 英国突然成了欧洲病夫 国际器皿 政客们现在是尴尬 焦虑 还是无奈 看来其中有些人 依然是遇事不决 甩锅中国 欢庆圣诞沦为泡影 当地时间12月20日 向来口无遮拦 有英国大嘴之称的 英国脱欧党领袖 奈尔杰·法拉奇 在推特上发出了一句 无能的挖苦 圣诞取消了 谢谢你中国 并将该推文置顶 中国日报 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 当即在下方严重回复称 戴上口罩 别再胡说八道 主动挑起事端后 法拉奇又倒打一耙 指责起陈卫华 有侵略性 他转发陈卫华 给他的回复并扬言 中国不喜欢真相 并经常做出 有侵略性的回应 他们应当为制造 这场全球灾难 向西方赔款 面对这种经典 西式双标 陈卫华针锋相对 回复道 有侵略性 对待像你这样的 特朗普式的种族主义者 不能太客气 颇受西方家庭重视的 圣诞节即将来临 这意味着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英国仍然没有 控制住疫情 眼下又发现了 变异毒株 英首相约翰逊 在承诺让民众 好好过圣诞 仅过三天 就改口称 我们无法继续按 原定计划 度过圣诞节 并提升伦敦等地 疫情防控级别 圣诞泡汤 疫情仍然水深火热 对部分民众来说 中国成了情绪 发泄的对象 对某些英国政客来说 中国是最佳 接锅侠 对于法拉奇 这种转嫁矛盾 挑起民族主义情绪的说辞 有失去理智的网民 应和道 谢谢你将矛头 指向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 还有网民跟风指责称 一切都是因中国而起 但仍有理智的网民反问 为什么中国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控制住了疫情 为什么没人说这个 有人跟他摆事实 讲道理 中国科学家 早在1月5日 就确定了病毒的 基因组序列 1月11日 全球的科学家都能获得 如果我们的政客和科学家 一样有能力就好了 但并没有 英国民众 有你这样的政客 最杰出的能力 就是责怪外国人 还有网民驳斥到 中国没有嘲笑英国 中国没有完全错误 理解英国的抗议策略 中国没有把资本的利益 置于民众生命之上 中国没有搞砸 病毒检测与追踪 中国没有嘲笑封城 这些都是你辅佐的首相做的 没有掉进法拉奇话书中的网民表示 中国控制住了疫情 但被你搞上台的 但被你搞上台的英国保守党 没有 在2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来自路透社的记者 就当前英国的疫情形势提问称 现在欧洲有许多国家 已经暂停了来自英国的航班入境 因为新冠病毒 在英国产生了变异毒株 中方是否采取一些措施 减少来自英国的航班 对此 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中表示 中方已经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将予以认真研究 并做出科学妥善处理 以确保中外人员往来健康有序进行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